大家好,這集跟大家介紹一款蝦仔 用一種比較特別的鋼,叫做蝦仔鋼 蝦仔鋼是什麼呢?我們一會兒再講 今天我們有Steven和Eric 他們剛好兩個都有同一款錶 Steven,跟大家介紹一下你這隻錶有什麼特別呢? 不可以說特別,只可以說用的鋼是有點奢侈 是,用什麼鋼呢? 就是904L鋼,一般鋼錶都是用316L 嗯,一般用316,是 你這隻就是用904,904鋼其實是什麼composition來的呢? 或者Eric,首先講鋼是什麼物料呢? 鋼一般其實就是鐵和碳的混合體來的 噢 那他們混合後就是把走運造造成一般的鋼 是的 那indung這些給很敵人的東西,很多食材 或者是那些 resonates Sancty7的工具就是用316L 716L,多數的人最愛用的 是的,這個鋼904鋼是非常特別的 Steven, 解釋一下 特別得來是因為它跟316的成份不同 它是多了基本上這個 Chromium、Nickel、Copper 還有這個...我不知怎麼唸 Money Denim Money Denim OK, Money Denim OK,可以了 904鋼就比316鋼多了另外4種成份 低碳的 低碳, 令到它為何又這麼珍貴呢? 因為它處理的成本高了 是 那有什麼特性呢?這個904鋼比起316鋼 防腐蝕和防腐蝕 防腐蝕、防瘦、生手的能力再高一點 OK 那誰開始用904鋼的呢?在中標界 一般人都以為是努力士 很多人以為是努力士 但其實就是Omega 是 1972年 它用了在Plowproof 那隻標 或者擺幅上去 OK, 那Omega其實是最早 引用這隻904鋼的 1972年 1972年 那努力士13年後就開始 全所有都用904 OK 那為什麼它 努力士用這個904鋼 因為它是自己有自己的 Boundary 原先呢 其實它們都是發現了有個問題的 因為3160鋼 它們用很多潛水鋼 下深海 有些鹽份高 還有各方面的東西 它們之後看到很多標 回來都是生了瘦 它的邊 哦 它有個問題 所以它想改良那個標 是 所以就換了904鋼 哦 Eric說得對 因為它發現那個標底 那個邊 那邊呢 有些少許腐蝕 那如果腐蝕 那如果腐蝕 那標就會進水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 因為 假撈多 哦 那所以它又研發了自己一個鋼 叫做Oyster Steel 是 Oyster Steel 就是因為它 Loris有自己的 Foundry 那自己就 可能 他們也改了少許成份 那製造了這隻904鋼 就給它一個專利 就叫 Oyster Steel Oyster Steel 那就是現在 大家所認識的 Oyster Steel 就是這樣來的了 那其實就是 Loris的904鋼 再加了一些 不知什麼 成份不同了 是的 少少了 或者少少你也當是自己的 那變了是 維根軸 是 就變了一個Premium Steel 就是一個Precious Steel Precious Steel Precious Steel Oyster Steel Oyster Steel 其實這隻蝦仔 現在就是運用了一個 Precious Metal 叫做蝦仔 Steel 那蝦仔就沒有叫它做Precious Metal Oyster Steel 我想Precious Metal 都是盧力士的 Marketing的手法 那這兩隻 就是 正是用了這隻904鋼 是吧 904的鋼 904鋼 出了這兩隻蝦仔 那多少錢呢 6800元左右 是的 7000元 是的 那你相比其他牌子 所謂904鋼 的價錢便便宜了 是的 大家都知道 最便宜的路易士 入門版的 譬如一個Explorer 那我想現在都是 我不知道多少錢 六七萬元左右 哦 是吧 你買得到 哈哈 除了他們 應該波爾也有 904個 波爾早幾年 開始呢 所有新的系列 都用904L OK 那麼 波爾的入門價 我以我所知 應該過萬 應該過萬 應該現在好像 17000元差不多 即是這隻機 即是我們擺一張照片 是是是 那當然波爾的人 玩氣燈 是 但如果你想玩904L 一個很合理的價錢 就一定是蝦仔 我不知道還有哪些品牌 用904L 但是如果是相對 抵玩 應該都是蝦仔 那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Eric其實去自己 都有很多隻蝦仔 不過去這隻 904鋼的這隻蝦仔 其實Eric 你是今天才買的 為什麼這麼遲才 發覺到這隻蝦仔 因為我發覺不到 哈哈 因為你買了四十幾隻 都發覺不到 不是 因為Eric是玩別的錶的 噢 外面的市面這麼多錶 那 哪裏 摸不到這隻蝦 摸不到這隻蝦 那被這個 Steven 扔了他這隻 這隻 904蝦出來 不是 我這隻 最近才買的 你也是最近 出了不知多久 出了一排 他也是第一次出904鋼 OK 那有個特色 再加上最主要是 那個價錢 好親民 那大家 會留意到 我們最近都經常都說 價錢親民 這四個字 那 我們這些就是 真正的價錢親民 因為 玩錶 有時候是玩一些 小小的細節 是 就是 如果價錢不是貴 就有個 是 如果這隻錶很貴 那我當然不會入手 是 還有你就不是 單是玩 顏色 什麼 就是這個 這個 是 材料都有些特色 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 904L鋼 你看到它是 白一點 光澤一點 還有它的 Polish 可以 長一點 應該耿耿 耿 OK 光澤 還有那個 亮度 是可以維持 更長 還有它是 白一點 還有光 比316L 你看到 有些316L 是 譬如十年八年 那你的錶開始沉 是 這個 這個另外一種 那個特質 那個904的特質 如果不是 Lolix 都不會 一直都是 現在所有的錶 都在用 是的 因為 Oyster Steel 它自己做出來 自己 是的 聽聞它是 融了904 接著 改了成分 接著就出了Oyster Steel 是的 所以呢 是的 那這一集 希望大家都對這個 就是別人來說 降標降標 起碼現在都 有更多少少的認識 對這個 降標的降 成分 我相信 我相信 Stain Hart都會 即是 試這隻904之後 我想 會出其他 噢 會出 OK 明白 因為比其他的蝦仔 都其實不算貴很多 貴1000-2000元 不是 你現在 是 還有你喜歡的 因為是約的369 是 369很美 是啊 情有獨鍾 它是立體 3D的 看出來 就是這個369 OK 大家可以看到 是 他也是一隻 刺激 都有一些 誠意做 他的標 那 最近期 都多了很多人 加入這個 蝦仔的 這個圈子 如果有興趣的 都可以進去大圍 或者是聯絡 金輝 我會把他們的電話 都放在這條片裏 Eric 說 過了這四天 那裏都是插針 都插不進 噢 好像是否 都賣光了 貨架 今天去到那個 廚窗都 廚窗都沒有貨 差幾隻 噢 蝦毛都沒有 不過可以訂 噢 因為蝦仔回貨很快 一般呢 如果就算訂 都好像 一兩個星期就有貨 你們每個都好像 吃蝦 摸汗 摸得這麼快 是啊 你們不要摸得這麼快 尤其是現在 我們又出了這隻 不要明天 每個都去找這隻 904鋼才好 你找 等我買了先 找阿Wing 因為我這幾天 都想和他聊天 他都不行 不得人和你聊天 是啊 希望大家 喜歡我們 這集的分享 OK 多謝Steven 多謝Eric 拜拜